ok 好来 我们这一边有log7 1-4 这个log7 1-4的时候 他给我log7 4是这个号码 log7 5是这个号码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就有log7 7是等于1 这个是他没有给的 但是我自己知道的 所以这个log7 5-4 这边乘了再加 把它分成假分数 然后它会变成log7 5-log7 4 log7 5是0.827 log7 4是0.712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0.115 然后28的情况之下 我们知道4乘以7是28 为什么我不要用2²乘7呢 因为他这边给我4 所以我用4 所以他会变成log7 4加log7 log7 4是0.712 然后log7 7是等于1 所以他变成1.712 然后log7 100的情况之下 100呢 他会100如果给我变的话 100应该是2²乘5² 然后可是在这边5是有的 然后2是没有的 他是用4的 所以我就会变成log7 4乘以5² 这样的一种方式 所以他就会变成log7 4加2log7 5 所以log7 4是0.712 再加2乘0.827 然后你用你的计算机来按一下 0.712加2乘0.827 你拿到的是2.366 ok 2.366跟课本的答案一样 然后这个0.25 0.25 0.25你在计算机按的时候呢 你会拿到他其实是四分之一 ok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呢 他其实是4跑减1 所以他会变成-1乘以-log7 4 -log7 4是0.712 所以他会变成-0.712 这个就是他的答案